烧得通红的铁水正从渠道流出 这个男人竟然直接用手去砍 还不止一次 结果却是毫发无伤 另外一个光着上半身的外国小哥 则直接把整桶液氮倒在了身上 同样没有任何意外 一个高达上千摄氏度 一个低至零下196摄氏度 为什么通通伤害不了他们 难道是有某种超能力的存在 当液体接触一个远超其沸点的物件时 液体表面会生成一层 具有隔热作用的蒸汽 从而令液体沸腾的速度大大减慢 1732年赫尔曼·布尔哈夫 首次发现这种现象 1756年德国医生约翰·戈特洛布·莱顿弗洛斯特 对此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并把结果记录在 《论普通水的性质》一文中 之后此种现象就被称为莱顿·弗洛斯特效应 将一个铁锅烧到极热 然后在上面撒一些水 无形态的它们顺时裹成水珠 四处滚动 并且很久都不会蒸发掉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种莱顿·弗洛斯特效应 温度较低的水滴接触到炙热的铁锅时 会瞬间发生气化 在接触面形成一层水蒸汽 拖着水滴悬浮在铁锅表面 由于没有直接接触 气化反应减慢 本来瞬间就会气化掉的水滴 反而坚持了30秒左右才消失 由此可见 这层气膜是关键 像开头的手砍铁水 液氮洗澡等 都是由于温度的极大差距 在瞬间气化了一层水蒸汽 这才隔绝了物质对人体的直接伤害 有了这层气膜 别说是铁水液氮 就是直接光脚从炭火堆上走过去 也都没问题 除了物理防御 莱顿·弗洛斯特效应产生的气膜 还能使水向高处流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准备一个锯齿形的斜台 然后加热到很高的温度 在较低的一端放入水滴 当水滴接触到斜面时 底部形成水蒸汽 蒸汽往外跑的过程中 会给水滴提供一个推力 使它跃上下一个台阶 继续气化蒸发向前走 从整体来看 就像是水滴自己在往上爬一样 最后由于气膜的阻隔作用 它还被应用于火箭的隔热方面 这是SpaceX的猛禽发动机 它为火箭和超重型助推器提供动力 当发动机启动时 燃烧室内的气体能达到3225度 这大约是太阳表面温度的一半 绝大多数材料在这个温度下 都会被轻易融化 所以如何保证燃烧室 在这么高的温度下不被融化 就是火箭发射的关键 温度是保证推力的前提 既然温度不能降 那么也就只能在隔热方面下功夫了 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气膜冷却 燃料在燃烧时会产生大量废气 经涡轮排气管引入势壁内厚 会形成一层气膜 以此阻隔炙热的燃气与势壁的传热 通过这种方法 液体火箭发动机 可以在极高温的燃气下 长时间工作1.5到5分钟 并且能多次点火重复使用 极大的提高了火箭发射的安全效率 优优独播剧场——